这个女孩的姐姐对她的影响是不是很大 是的 她姐姐应该比她大个十岁左右吧 在家里面可能是长辈的一个概念了吧 那么她姐异地恋就是说遇到了很多问题 并且她觉得如果不是异地恋就很好解决 那么她就把她带回去了 家长临走了 家长不同意 你们在过去的情感经历里边 有没有遭到对方家里边反对的 22号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是离异的 就是我的这段感情经历 就是因为家长不同意 但是当时年轻还执意地跟她在一起 但是用经验告诉了 如果家长不祝福的婚姻 是很难维持下去的 对 那我也想问一下男嘉宾 那如果你在选女朋友的时候 你家长的意见 如果和你的想法不一致的话 你会如何来处理呢 我家里是完全支持我 就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是有过一次婚史的是吗 对 我是离异的 而且我还有一个宝贝 那你总结两个离异的原因会是什么 就是首先呢 你要很清楚地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说到的 我觉得父母的这种认可度 因为结婚了之后就是双方家庭 尤其是有了小孩子之后 这个时候就是牵扯到很多问题 比如说孩子未来在哪里上学呀 你们的户口会落在哪里呢 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对 我们一个在丽江拍纪录片的男孩头都问大了 听到这一对事 他 thankfulnes doctor 我叫ere子 对 岘 他们侧场 办公室 野 你说 给